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诗说新语》 《诗说新语》是未尽南北朝时期 智人小说之中的巅峰之作 主要记录未尽名士的种种艺文艺事 还有名士们之间的玄虚清谈 可以说这部《诗说新语》 就是一部未尽风流故事集 一部未尽八卦大百科 一部教导大家如何成为名士的权威教科书 怎么样是不是很期待 这部令人激动万分的《诗说新语》 它的作者也不简单哦 《诗说新语》的作者是南朝宋的刘义庆 刘义庆是位皇亲国妻 他是宋武帝刘玉的侄子 西风临川王 他为人简单素朴 淡泊寡玉 然而却是一位标准的文艺之士 他爱好文学 招揽了一大批文学之士在自己的门下 《诗说新语》这部书 也许也包含了 刘义庆门下文人的功劳 不过其主导作用的 当然还是刘义庆啦 这部《诗说新语》有上 中 下 三卷 分为德行 言语 正式 文学 方正 雅量 荣指 认诞等三十六门 全书更有一千多则小故事 书中涉及的人物 上至帝王将相 下至世数僧侣 全方位展现了未尽人士的品格 追求 嗜好等特质和风采 当真令人目眩神迷 《诗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 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擅长刻画人物 《诗说新语》中涉及到的各类人物有一千五百多个 写这些人物时 有的重在描写形貌 有的重在表现彩学 有的重在刻画心理 但无论重心在哪处 最后都会集中到一点 那就是表现人物的特点 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 写出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 使之气韵生动 活灵活现 跃然纸上 比如在《检色》中 有关于王荣的一则小故事 王荣有好礼 卖之恐人得其种 横钻其合 王荣既富且贵 却吝啬异常 王荣家有好的礼子 卖礼子时 王荣怕别人得到他家礼子的好的种子 便总是把礼子盒钻破再卖 真是吝啬非常啊 这则小故事仅用短短16个字 就将王荣贪婪吝啬的本性写了出来 其刻画人物的功力真是难以企及的深 这部《试说新语》不仅在写人方面具有极高的艺术境界 在语言风格上面也是别具特点 本书的语言简约含蓄 卷勇传神 透出种种机智和幽默 比如《雅量》中 记述谢安与孙硕等人泛舟海上遇到风浪的情形 描写谢安是冒险一月 一拍镇定从容之感 而描写孙硕等人却是色并聚 宣动不做 脸色改变叫让宣动坐不住 短短几个字便将谢安临微不惧的气度描写 衬托出来真是很妙呀 此外 我们现在使用的许多成语便是出自诗说新语 比如诗人雅慧 多多怪事 一往情深等 诗说新语真是一部体现绝高语言艺术的奇书 好了 诗说新语就讲到这里 快去做题拿进币吧